那个CSV 这个学生成绩 如果我今天希望有国文成绩 有英文成绩 有数学成绩 那该怎么做 很简单嘛 你就把什么 把那个姓名放在一个串列 国文放在一个串列 英文数学 所以会有四个串列 但如果说里面你担心有重复资料 你用set 或者你也可以用dictionary 用dictionary然后不要OK 那另外一个方法 干脆自己手动把它删掉 也是一个方法 如果你希望第一个 把这个资料先读进来 读到总共会有四个串列 那这个四个串列 如果我要画成直条图 而且各自颜色不同 那底下的话就是 A轴是哪一个学生 Y轴是他几分 然后分别的话 国文 英文 数学 刚好有三个纸条颜色不同 那该怎么做 试一下 如果刚刚那个会的话 这个应该也没问题 你就把什么档案读进来 这个等于是有点像复习之前做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字典 dictionary 有没有 字典里面也有吧 就不会重复了 应该我觉得用字典好像比较OK 只是说字典读进来的 你还要再把它转到那个 串列里面去 OK 如果你可以先简单好了 也许你手动先把它删掉算了 如果你觉得字典你比较没把握的话 你先从简单开始 然后再把它加字典 然后读到串列里面 显示出来 OK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如果我今天要一个简单的一个成绩 有没有 的一个视觉化的报表 马上看到谁的成绩高低的这个图 那其实好像用折线图 好像也没办法表现太明显 因为折线图毕竟高高低低的 好像用直条图会相对的比较容易表现得出来 OK 所以请你把这个学生成绩做出一个 呃 枝条 图看看 OK 那有三个 这部分要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就 基本上哦 可以拿之前那个学生成绩来当范例 我大概 大概就几个地方 如果我要变折线图非常多 很简单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第一个把那个之前的资料 学生成绩把它汇进来 然后汇进来之后放A B C D 总共会有四个串列 然后分别就把资料放进 不过这边的话 其实要再解决之前讲过那个问题 就是有重复丁小语的问题 所以呢 丁小语的问题 当然呢 集中解决方法 那不过我现在是拿那个用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丁小语删掉 OK 当然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用字典 或者用SET 这个的话 要多做一个步骤 只是说难度比较高 但这个我想前面有讲过 只是说你要去列齐 反正呢 以后你的功力要提升很简单 就是不要跟你讲答案你自己做出来 那你就真的会了 就是这样这么简单 OK 而且 真的不要依赖啦 我觉得很多东西 因为你依赖了某一个答案之后的话 那你以后就会一直依赖下去 你变成你就没有办法突破了 OK 所以慢慢的 如果你要真的能够进步的话 请各位把之前做过的 不管怎么样啦 也许你刚开始还是写不出来没关系 你就是偷瞄一点点 但是后面还是要自己下去想 就慢慢 渐渐的也许你就慢慢越来越进入状态 以后会写就越写越顺畅 因为如果这些都很顺畅的话 哇 写起来就会好像 就是很流畅的 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不过 当然有时候也取巧一下 前面有写过的 你就拿来先用一下 只是说像我刚刚是把 之前写过的上面部分 就是丢到串列里面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用 我们刚刚写过的这个 用那个PLT 这个 apply 这个 这个把它怎么样 画出来 那当然我们需要哪个颜色 它的light whats 不过我这边没有用light style light style你也可以加一下 然后呢它的laybo各式国文英文数学 然后把AE当成是姓名 分别就把它放进去 最后的话把它绣出来 如果我要画个折线图 相对的比较简单 OK 但如果你要画长条图 以这边来看会变成它 那个长条会黏在一起 会在同一个 所以怎么办呢 要不你就是自己在调整它的位置 因为它位置可以再按照它的数列嘛 你自己在排 不过蛮复杂的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可以写得出来 表示你真的懂得去操作这些图表的那个位置 OK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Pandas Pandas的话呢 我目前还没讲到 所以也许啦 我们先 有讲到的先用 还没讲到的也许之后 它会在证照考试题的第三类部分 所以第三类里面呢 主要就是考你那个Pandas 那个Pandas有点像是 把那个Excel的那个概念 转移到那个什么记忆体里面 也就是Excel里面是视觉化看得到的 但是呢 在Pandas是在记忆体里面是 一样的概念是看不到 因为你要用你的想像的虚拟的 OK 不过也没用够复杂吧 概念都相似哦 所以也许第一阶段 请各位把刚刚我们所学的 然后呢 反而画出这个折线图啦 至少画个折线图 反正这是最基本的 其实说真的啊 不管怎么样哦 总比你那个数字 我觉得来的强了 你刚看你就知道 哦这个 小朋友他们之间的成绩之间的高高低低 最差的就这个嘛 有没有 你一看哇这个最差了 OK然后 最好的应该就是这个刘小华 OK哦 好 试一下把这个折线图先画出来 那待会的话 如果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我们待会再来看就是 其实Pandas这边我底下有啦 整合汇图 只是说这个我还没讲到 那那个Pandas里面一样哦 你要import这个Pandas 然后呢你需要给他三个东西 一个Pandas就是一个data 叫data 一个data就是里面的资料是二维的串列 第二个是哪些欄哪些列 然后呢你再丢给一个叫data frame 就把它做成有点像是 Excel里面的工作表 哎工作表有没有类似概念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工作表 可以再画出一个图出来 所以有点像Pandas哦 就是把它弄成工作表的一个范围 然后那个范围就丢给那个绘图工具 他就帮你把图也画出来 哎有点像Excel的做法 Excel也是要把资料先放在工作表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就选取他插入 有没有图表 然后再选一下 按一下就出来了 概念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一个是透过程式 一个是透过滑鼠键盘 这个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看一下这个 前面几题比较简单 因为还没有做到那个Pandas 底下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 401好了 就是折现图 这个我想刚刚如果你有做过这一题 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试一下 那学生成绩这个就是各位的一个变化题 这样 您温度了 奇迹 这怎么好 可能